是因為有一次在那個爬蟲展 看到牠在睡覺 我覺得太可愛了 對 牠睡覺是各種姿勢 牠會這樣 會這樣 牠會這樣 就是那種會翻肚子 對 很療癒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人睡得這麼可愛 所以有時候早上起來 看到牠睡覺 我覺得被療癒到 這一隻呢 人家說養什麼寵物 就是像什麼 主人嘛 所以你看牠跟我非常像 沒有 牠長得比較好看 喂 然後 牠其實就是手工 然後牠的品序是 日宴的豹文手工 其實手工這個名字很漂亮 因為其實在古代手工 之所以為手工 是因為牠在宮廷外面守著 然後會發出 的叫聲 所以才叫手工 壁虎也是這個聲音啊 然後咧 牠守著宮就是 所以牠會守住你對不對 守住你的家 對 那牠認得出你嗎 認不太出來基本上 那守什麼啊 牠基本上不知道我誰 牠只能認得溫度啦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牠真的好漂亮喔 牠的顏色是那種金黃色的 對 非常適合過年一樣 牠很像黃金條一樣 牠可以 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 牠很可愛 牠壽命大概可以到 12年到15年左右 可以陪你很長的時間耶 對 那這些粉刺 這些粉刺要擠嗎 所以牠偏怕冷 所以有點雞皮疙瘩的 你擠 你擠得要送醫院 喂 沒有啦 牠本身就是長這樣子 對 有點顆粒狀的 那以前在牠的產地 牠可能比較 食物來源 可能不是那麼的充足 所以牠通常會把牠的能源 放在尾巴這邊 所以尾巴會有點肥肥的這樣子 對 你有一公一母對不對 我家有四隻手工 然後兩隻豹紋 因為這太小眾了 對 你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牠的 其實近期年 爬蟲的飼養的市場 已經慢慢越來越大了 對 然後之前我對牠反而沒什麼興趣 是因為有一次在那個爬蟲展 看到牠在睡覺 我覺得太可愛了 對 牠睡覺是各種姿勢 牠會這樣 會這樣 然後這樣 就是那種會翻肚子 對 很療癒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人睡得這麼可愛 所以有時候早上起來 看到牠睡覺 我覺得 被療癒到 那你養了手工之後 手工牠會吃蚊子嗎 或者是家裡一些昆蟲 牠不會 牠吃的東西就是蟋蟀 對 然後蟋蟀是你必須要去買的 牠是寵物用的蟋蟀 對 所以你聽說一次進貨 是上百隻是吧 要上百隻 所以你要養牠之餘 你還是必須要養一籠蟋蟀 對 然後蟋蟀會一直繁殖 然後越養越多 所以你也需要 可是晚上牠就是不會吵到大家 對啊 會 睡覺怎麼辦 會吵啊 所以我女朋友 我老婆 奶昔是養蟋 那我現在看就是養這麼大桶 整桶耶 好 我養了 我養羊了 密集恐懼症了 所以發現 最後發現我對蟋蟀也蠻有興趣的 不是 所以就會把手工 牠有名字嗎 有 牠叫阿寶 所以就會把阿寶放進去就是 自助餐餐 沒有 有時候 對 有時候逢年過節會這樣子 讓牠放吃 對 但平常就是抓蟋蟀出來給牠吃 對 而且因為現代 像我們藝人比較沒有時間 所以這種蟲子算好養 就是牠大概 那你說服我養手工的好處 你不用太顧牠 不需要每天幫牠換水 換電材 你只要大概一個禮拜 為牠吃一次的東西 就好 吃一次可以撐一個禮拜 對 然後一次大概都吃到五六隻蟋蟀 然後蟋蟀都很大隻 蟋蟀會很貴嗎 好像好像好 蟋蟀不會 還好還好 其實養寵物最貴的是看醫生 畢竟牠是小眾對不對 對 如果 醫生是 牠去找什麼科啊 之前有一次牠差點往生 就牠本人嗎 對 這隻本人才會往生 因為主人有點笨 怎麼了 我那時候幫牠換電材 其實這種手工 你不需要鋪那個蓋砂 因為有一些養手工 會鋪砂子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很小 我就想說讓牠換個砂子 結果一換直接出事 因為牠自己 牠本身大概每一兩個月脫皮一次 然後那次脫皮 剛好牠的那個皮沾到砂子 然後一起把皮給吃進去 對 因為牠脫皮都會把自己皮吃掉 對 牠很節約能源這樣子 那醫生怎麼說咧 牠就是有點那個結石 一定結石 牠把那個砂都吃進去 牠排不出來對不對 那一次看醫生 牠花了一萬多塊 相當於可以再買五隻 天啊 我們現在看到牠就是造那個片子 牠那個石頭在那個 可以看到牠右邊那一張 是牠已經有那個卡那個 聖結石 對 聖結石的概念 很像恐龍的那個 恐龍的骨架 我有點疑惑牠怎麼開刀呢 牠沒有開刀 那時候就是給牠吃一些軟便機 幫牠排掉 然後每天幫牠泡溫水澡 超享受的那個階段 你今天可以幫我們帶來一些 牠的表演嗎 基本上牠沒什麼表演 牠的主人表演可能會比較多 你們能這樣子 來 這樣沒辦法 不會 牠不會 牠也叫不來 牠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 人生差不多就這樣子 OK OK 然後視力偏懶 所以性情是溫和的 非常溫和 你看牠不看我的手耶 對對對 你看一下 牠們有牙齒嗎 對 有喔 有吧 有有 牠牙齒是那種細牙 對 牠放在手上的時候 好舒服 好奇怪的觸感喔 對 有沒有療癒到你 有喔 有喔 而且牠不會亂跑耶 那這個是 這個是 等一下可以潑在牠身上 因為牠 還要洗澡是不是 對 牠洗澡很特別 牠其實身上有防潑水 對 基本上 其實牠不用洗澡 牠有那個GOTEX的功能 是 真的 防水功能 這個真的很需要 因為我們常爬山 很需要GOTEX 其實牠就自己就有了 等一下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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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 好療癒 好好玩喔 水會彈開耶 對啊 好奇怪喔 你看 你看 對啊 你看像我有時候 去嘉明湖下大雨 我就超需要這種功能的 而且牠脾氣真的很好 牠沒有覺得牠被欺負耶 你看牠超無奈的 你好配合喔 好好玩喔 你好配合 所以今天 今天剛好颱風天 我這樣子帶牠去溜的話 牠也不會濕耶 牠不怕是你濕了 然後我濕了 對 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你帶牠去山上 也不怕下雨 而且牠小手手很可愛 牠每次脫背耶 我當時以為牠那個指甲會被痛 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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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軟軟的 對 很療癒啦 牠緊張的時候 會不會跟壁虎就是一樣 就是會 有時候會斷尾巴 尾巴會斷掉 就是那種生死交際的時候 就會 譬如說被門 應急反應啦 對 被門夾到 或是被攻擊 被門夾到當然尾巴會斷 對啊 就是那種非常危急 危急嘛 就是對 碰到一個緊急狀況 就是危險的時候 所以牠再長出來尾巴就 就比較短 就沒那麼漂亮了 所以我們養手工就是 尾巴就是在於重點 絕對不能讓牠斷掉 OK 這斷掉就是人生不完美